时间来得很好,黄之龙有点危险 给燕守二楼吧 哇,他很刚啊,黄之龙 是的 这对方四个人贴脸,你去守一楼 这个房子几乎是不可能守得住的 这只有给燕守二楼一种方法 等队友来支援 啊,已经被补掉了 那九一楼也得走了 哇,这个就这样放掉了 这个房子 事情比较复杂 嗯 绕一下,打个要还可以继续去跟 回头打了个宁家 这你没想到吧 而巨幅跟 哇,MCG这里是零度手上有雷倒 他是捏了雷倒的 是零度的裤裆雷把玩盆给炸倒了 因为零度先倒了之后 他的雷才显示炸倒了王盆 是的,是的 好伤 三把才吃了鸡 这把其实还有的机会的 因为万一圈是一个右圈的话 其实歪成还是很香的 林家已经被补了 哇,MCG真稀啊 但可惜就两个人了 都说了 不带嘴的玩盆还是非常的 吉祥的 没有用呀 就剩两个人 你守得住这个家的咯 你连开 哦,海边战斗 海七,哦,在追人 又是可乐 我想捕鱼 这可乐是真稀 被鱼咬了 哎呀 打两个 三个 啊 就是妹妹了 妹妹快跑,妹妹 哎呀 哎呀,艾奇姐,我捕鱼究极失败 这 妹妹,你打蛋的往前走 妹妹走了 这圈都不在 这 我心太炸了 嗯 不是,这主要是被反打的三个技术 连一个都没有打上来 问题是你追着别人打的 啊 这个就很尴尬了 这 你不会是个女 是个新手司机 这KRG刚才本来想放这个大场子 嗯 因为 这个GFI的骚扰 是 这一波反而阴祸都不 GFI现在就有点后悔 我刚才不打他 他不是下去了吗 对啊 SMS也有点后悔 早知道我就不过这个桥了 如果过来我现在被到处乱打 RBS也是被各种敲 GFI这个圈都难进 他前面有一大帮子人 在那卡他 滴滴气势的篮圈里面泡着还挺舒服的 慢用慢用居然还吃到了个圈 看4M的选择 4M来到最北边 然后TMA是全力卡住GFI GFI的话 现在就剩最后两个人 在蓝白之间 呃 往北跑也不是吧 扎点 还是要加个KRG的脸上 GFI 好 看看DTT这里在北边 啊 堵截到了RBS 这应该是想往北边去走 没想到正北部还有一支队伍 这刚刚从蓝圈里面渗透出来的 这个时候GFI去寻球 真的是 来人把导舟捆起来 这里DT有吊人 大家开始有些有些队伍就开始换分了啊 这个没办法了 来SMS SMS是每动一次上去一点 是的 这车没开上去 天巴已经摸了一只脚过来了 天巴再接一车 呃插一枪插一枪插一枪 哎哎卡住了 军风军风军风 红色彗星 就是一个战车之战 白龙马摔死了 毕竟他骑的不是马 他开的是车 先跳车一个 天北这波 能不能过路费收鞋 哎呀被MTV打了 哇这一瞬间悟空被团灭了 是的 悟空自己也有失误啊 他还有从车上摔下来 你第一枪把对方赶到眼睛后面直接掉掏雷 你看这雷 这个效率多快啊 是啊 你想对方捏那个雷要是准一点 他把你先手炸倒了 那你不是冤枉吗 对不对 你裤裆藏雷还把自己补了 是 有的队伍为了先手 不顾一气的瞎丢 那也不对 确实 就时机timing很重要的 是的 巨幅近年跟FTY脸贴脸 现在来了一波连环雷 把博良雷了 FTY背身是由MCG骚扰的 蓝圈边上 然后去卡CTG这边 他应该想 想的是CTG跟DSS打起来的话 他能够收点分 天吧 多打机场圈 来打圣山圈也要来湖边补 你吗 又雷先炸倒了个王骚骚 哎呀 没想到呀 对方的手雷好像更多 我看见三个手雷的图标 是 完了 唐弟弟差点要被补掉 奇奇打了一个 然后最南边还有一个队呢 你不一定能拿过分的 这波雷倒 CTG的话有可能会被K 不管 先打了再说 FTY再打 甜美的方向 那巨幅也是不管他们了 应该是巨幅应该不想直接越过那个坡 一波摇头晃脑 CTG这边已经想好了换分了 嗯 好 听吧 把唐弟弟扶起来之后 又回归到林树的怀抱 确实值得 头顶上有个拦搏 小九这里切的是连鞠是吗 刚才 赶紧换了步枪 他应该在看远处 刚才 没打掉的话 就很危险 阿童母已经到位了 他们的城里面也出不来 两个人应用可能没车 豆子在跟上面互相换分 被坦克拿到两分 其实也只有一分 因为现在没有排名分 阿童母先手成功 跟龙将军单挑 龙将军没有掩体 龙将军硬架 给了他一枪头 实在是打不了 那毕竟两个人嘛 是的 换了个人继续跟龙将军单挑 坦克也进不去了 现在RBS还有 还有一个独狼 那是一枪头 那是一枪头 你想群殴还是单挑 群殴就是我们这么多人打你一个 单挑就是我们轮流跟你单挑 他被两个人枪线给收掉了 有时间 因为蓝圈马上过来了 如果不绕的话就只能正面突破 他这地形怎么突破呀 我都想不通 哎他真给他破了 哇 童母手感有点爆炸 是的 他直接把小宇宙给压倒了 那你毕竟是蓝圈贴着屁股啊 近点 先手 哎 这波没打过 但是一枪头 小杨残血 大残 是的 另外一边唐弟弟二倒 小杨往后爬 往后走 没事 听声音 在山顶上 崔修在扶唐弟弟的时候 又被告的微击倒了 哦 哦 那风肯定要扑了 这个地方 而且圈还偏左一点呢 小五弟弟流了个火 对方主动上前烤火 小杨殴的话 巨幅虽然掉了一个人 但是 虽然是个弱策吧 勉强也能接受 而且面前他 扶我估计就不能扶了 是的 这样一来的话就绝对不能扶了 巨幅的动作真的很快啊 巨幅开了个最重要的头 因为这个头本来是4M的 嗯 4M这把就是相对来说 他在出现极限切角的时候 他转移会好走 就是他不像SMS那样身边人太多 是 哎呦天吧 又掉一个 他本来左下角 就他一个队的 他好伤哦 刚刚那波找两个人 是吧 多半要吃大亏 他这个半坡 背后看他 真的是太好看了 你看 过点一枪头 哦 KR77瞬间把DT打了两个背身 DT真的想到 背屁股后面来了一个满边队啊 那4M这个时候也趁机出手 要瓜分两队的分数 哇 DT现在又倒一个 DT倒三个了 DT完全没有打正面的机会了 是啊 他被夹着打 哎 黎叔呢 黎叔没得了 啊 这个混乱之际 他已经 没有机会再进圈了 算是击倒的话 我觉得也没有太多时间了吧 是的 哇 他直接被雷掉了 消耗了一下4M的道具 这边KRG直接打完就走 这场比赛的伏笔 伏笔来了 来了 已经来了 上了 他上了 埋了好久的伏笔 SMS 独狼从Y城出来 最后的一个男人 被小弟弟发现以后 直接抱头秒杀 巨服又拿到10个淘汰 哇巨服的这种正面战斗能力 是真的好 场上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一个满边 并不是大家都是残边 如果是残边的话 可能这种枪线会稍微稀疏一些 就这个拔打起来太舒服了 你又没有掩体 然后呢两个队夹着你 然后呢 你就在这裸跑 这个真的太舒服了 哎呀小弟弟 手感来了 巨服 真的手感爆炸 只剩Dialdeve Dialdeve之前被打残过 所以他身上的防应该是不满 滚到那种凤女 滑了 脚滑了 好的巨服现在心满意足 4打2 一线拉开 一打一的机会 真是好死跟小五弟弟 这个方向 拿分了 是这个时候旁边 看到了 哎呦还没打过那没了呀 可以 恭喜了呀 这个球 还在捏蕾他本来想炸倒一个 直接补掉 看一下 小羊能不能换到一分 打到一个 有机会换分 背后也来了呀 背后来了 他竟然换一换 他正面还有一个 还没掉血 他又打一个 转 转起来 有一打一个机会 有 对方有眼底 四八三 我又打一个 换子弹换子弹换子弹 一打一 他还要服队友 不 我觉得不要 他还不如打药呢 你还不如打药呢 对 完了 这时间有点来不及 这个雷我们看一下 扔过了扔过了扔过了 可以 他赢得一点打药 身大人 哇 一圈四 正面一圈四 巨服十六杀之机 好